这里说的玻璃罐可不是纸图像的玻璃瓶 这个可贵了 很多时光者非常喜欢一个蒜头满家 我要说的玻璃罐是纸像咖啡罐 腌制产品果酱之类的大口径玻璃罐 这些罐只留下来清洗一下 用途很大哦 这些收集起来的玻璃罐 我们一次来处理干净 比较让人伤脑筋的就是玻璃外的贴纸 但这些你也不用担心 我用一个还算大的锅子 小心将玻璃罐放入 盖子若是铁翅也可以顺便放入 若是塑胶就用冷水处理 这个动作除了要将玻璃罐消毒外 也要把贴纸撕掉 一旦贴纸撕掉后 你就对它的观感有了180度的改变 不相信的话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再来就是注入水在锅内 务必玻璃罐的瓶口要朝上 这样水才能注入瓶内 如果你觉得水满的时候太重了 可以先把锅子连同玻璃罐放在瓦斯炉上 再慢慢倒水进去 因为我的锅子尺寸有点大了些 不这样做很危险 水注入的差不多了 现在可以先盖上锅盖 然后先开大火把水给煮沸 大家看到我的瓦斯炉又准备碎碎念了 这个家伙怎么连个清洁卫生的观念都不懂 哈哈 大口就算是章鱼 也只有八只脚 一个人要做的事太多了 你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看到水蒸气了吗 再煮个几分钟吧 有些玻璃罐我们要用来装食物哦 大约沸腾五分钟就可以熄火了 我先拿一个玻璃瓶来清洗 不过这时候我建议先等水冷却一下比较好 热玻璃一旦冲到冷水 可能会规律伤到手 这个玻璃瓶子的贴纸已经自动分离了 这个是我运气好 现在只要拿菜花布或钢刷 里面外面刷干净就好了 现在把一个烫索山鱼拿出来洗干净 希望大家不要遇到 这个瓶子上的贴纸刚开始还好撕 后来你就要用钢刷把贴纸刷掉 一边刷一边想这是什么牌子的粘胶 还是刚刚没烫熟 反正最后还是可以清掉 又洗好一个了 最幸运的是这个 把它用水冲冷后 贴纸顺着玻璃的弧度轻轻松松就撕下来 其实大多数的玻璃瓶也差不多都是这样 撕下贴纸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状况并非你不会遇到 要说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我不知道 总之小心一点就是了 清洗完了你们感觉如何呢 把贴纸撕掉后玻璃罐显得昂贵了不少 好现在开始介绍好新人提供的用途吧 用途一 这是由外国朋友猫猫提供的笔筒 我们介绍下一个 拜托CAT先过滤一下内容好吗 用途2 接下来提供玻璃罐用途的逆称小蚊子 这好像是泡菜 这一集要喊咖吗 不过说真的泡菜我很会做 只是我们要讲的是关于种植功能 拜托下一个正常一点 用途3 谢天谢地终于看到一个很像植物的东西 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这是沙漠玫瑰的国家 里面就是种子了 它的种子两端会长出像棉花般的龙毛 随着风吹将它们吹到世界各地 这就是它用风霉来传播种子的方法 现在我们可以挑选一个叫浅的玻璃罐 回想很多人都有看过这样的吹芽方法 只不过有一点要考虑的是发芽季节 接着我拿出一张卫生纸给它对折再对折 一直对折到可以放到玻璃罐底部为止 用镊子稍微整理一下卫生纸的位置 然后给予适当的水分让卫生纸潮湿 水分不宜过多太多的话会积水把它倒掉 要注意的是这个玻璃罐一定要有盖子 接着还是用镊子将沙漠玫瑰种子取下比较方便 种子的两端连接着细长龙毛 你只要用镊子夹住种子 用另一只手就可以把龙毛轻易剥除了 前面两个种子只剥了一端的龙毛 让大家可以辨识看看有什么不同 这样大家就知道沙漠玫瑰种子怎么孵化了 不过现在的时间是冬天 台湾南部气温在12度到22度之间 很不利于沙漠玫瑰发芽 但你可以尝试使用其他种子 不论大小皆可试试看 我们这一集是在介绍玻璃罐的用途 所以请介绍到这里 对了记得把盖子盖上保持潮湿 发芽速度会更快 用图4 这是一位来自北半球林先生的点子 玻璃瓶用来作为扦插用途 我觉得很不错 在你面前有一株树栏 树栏扦插的成功率很高 我们试试看怎么做吧 从树栏末梢剪下几株年轻的枝条 先在原地把太多的叶子剪掉 太少太多都不好 我装了一些水先用纸被带回去工作室 这些枝条都修剪好了 挑选一个适当的玻璃杯 再把树栏枝条放入玻璃杯内 有个人当场提问 塑胶杯可以吗 我们主题是玻璃杯 CAT 带他去点便当 然后就是浇水于一半就好 要放在阳光散射的地方 三到五天换一次水 一个月左右就能长根 这次示范的是玫瑰花 有人说千叉非常容易 有人这辈子没成功过 反正你把花朵的结剪掉 然后从上面节点开始 算共保留三个节点 接着那该死的快门又忘记按了 只保留顶端节点几片叶子就好 靠着这几片叶子促进光合作用 让玫瑰花长根 我选择一个高挑的玻璃杯 重点是一定要有盖子 这次我示范两只千叉苗 将它们放入玻璃杯内后 再倒入一点点水就好 你们看连倒水也会倒布好多肉出来了 等一下有的清洁了 然后盖上盖子 同样也要放在阳光闪射的地方 三到五天打开盖子 换一次水与空气 差不多也是一个月就长根了 十天过后侧芽长出来了 但根部还要再等一阵子 这个方法适合用在干燥地区 用途五 水根法 这是前几集所介绍的 对不起这集稍微拼凑一下 这是莲花竹叉在水中就能生根 若嫌根部太乱 大修特修一下也无妨 然后虎伟兰也是可以用玻璃瓶 以水根法来种植 我家都是这样用来供佛的 省下一笔花束的钱 好吧 为了弥补大家的损失 我再加一个元素到节目来 这是密船的吊栏 我已经用水根种植成功 现在把它拿出来修剪一下根部 你们瞧它在水里也能长得很好 因为根部太茂密了 我把它拿出来修剪一番 不用担心会玩死它 再换一瓶干净的水 把修剪后的吊栏放入玻璃瓶内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吗 瞧 吊栏这样的玻璃水根种植 就已经很漂亮了 哎呀呀 我好像又少介绍了一种 叫做带粉叶的植物 可放在室内也能用水根种植 我把三种植物放在同一个玻璃罐内 就好像在花店或市场买的花树一样 花树是好几种花草组合 我们也来搞这种活花树 只不过都是绿色植物罢了 这样是不是更加逼真呢 用途六 一个房子四十几年了 大概想要什么四处找都找得到 像这种罐子当初找到时 我就决定使用它来冷藏种植 而且它还能与冰箱内的气味隔离 放置的位置就是在最底层 也就是大家常放蔬菜的地方 类似这种罐子我有很多 如果你没有那就用玻璃罐吧 当然是有盖子的玻璃罐 选一个适当大小的玻璃罐 要看冰箱的冷藏式大小来决定 一般而言就算你只放单一种种子 也最好先用塑胶袋包装种子 再放入玻璃罐内 这样多层阻绝 冷藏的效果才不会伤到种子 而且冷藏的时间可以长达好几年 就我自己种的像日葵种子来说 第三年的出芽率还是很高 起码80%以上 以上介绍的六种玻璃罐的用途 其实还可以延伸很多种 像这种加上发爆炼时的 绿薰衣草前插法 只要注意水分管理就好 再来就是这种曾经介绍过的易肥制作 没有太大的地方就用玻璃罐吧 网路上一堆留言说 玻璃罐会被发酵气体脏破 你只要几天打开罐子把气体排出就好 甚至我一次都没打开过的罐子 也没涨破 所以网路谣传的可信度 真的要自己试验过才知道 本集相关的影片 我会放在说明文字内 让大家连结 这些都是TACO曾经介绍过的影片哦 最后就是果畜的制作 TACO也曾介绍过一集 有兴趣可点选下方连结试试看 这一集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再会咯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